请各位一样把刚刚的这一个 序折1 把它拖拉加Ctrl键 复制一个 变VBA好了 反正两边 两个工作表 主要跟刚刚也是类似 就是三个按钮 加上一个什么 制定函数 OK 因为今天大概 把这个讲完 大概时间也差不多了 OK 所以我演示一下 1 这个输出的话 就把刚刚的公式丢到这个范围 所以程式怎么写呢 第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名称叫做刮胡自串底线公式 the sub 然后跑个回圈 回圈范围的话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 帮我放到sales id 的 b 栏里面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话就有很多个列号 a2 总共有四个 这四个2 就把它改成i 还记得吧 就口学 蛮好记得吧 算后两个移到中间 end 两个再移到中间 再放个i 然后把end 空白 这样ok了 而且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保证正确 绝对不会错 OK 真的蛮好的 所以我要想一些 你们可以想一些方法 就是让你又快记 然后又不会写错程式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ok 背口诀可以啦 反正就是这样嘛 工作上面 可以把事情正确解决 那都是好方法 ok 好 第二个清除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把 那个公式里面 后面的那个双引号 就清除 那最后这个就是 直接输出 里面的结果 不过这边的话 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刚刚输出公式 比较简单 直接丢过来 输出 ok 但是 这个地方呢 就要把它转变成 用VBA里面的函数 像 在Excel里面的话 我们是用Find函数 那VBA里面没有Find函数 VBA里面 有另外一个函数 类似Find函数 所以你要用那个函数 取代Find函数 那该怎么做 待会呢 我们主意来跟各位说明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 就是 插入那个制定函数 叫做瓜胡字串函数 然后跟我要个资料 这个资料 给他资料 对不对 按确定 他给我最后的结果 有没有 这个就自定函数了 所以蛮方便的 有没有 这个有点像量身定做的 就for他的工作 ok 所以常常会有同学问说 他需要的函数 为什么在Excel里面找不到 那找不到 找不到就自己写吧 对 那这种机会 应该会越来越大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 建立那个瓜胡字串的公式 把这个丢出来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什么 叫做 瓜胡字串 有没有 前面一个是Sub 然后呢名称叫瓜胡字串 底线公式 Enter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 2 其实你可以看 2到10 有没有 这边可以有点像天空底 第二列到第10列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Next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 固定的写法 什么写法 就是 瓜胡 有没有 反正一定是i 前面这个一定是i列 痘点后面一定是哪一列 输出到哪一栏跟那一栏 b栏 这样就ok了 等于你先打两个双号 1到中间 放什么 放那个公式 那公式呢 基本上在这里 所以把它什么 复制 有没有 取消 记得哦 这个可能要取消 否则你会切不过去 像 应该有同学要切到哪里 切到什么b就费 不能点 一定要取消 然后呢 先把它贴到记事本里面 编辑 取代 一个变两个 全部取代 这样ok了 保证不会错 其实这一招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觉得这蛮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有点小聪明 ok 因为 因为总要想出一些方法 不要让自己犯错嘛 对不对 那所以记事本就有了 ok 这样子写程式 也 又轻松又愉快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不见得一定要让自己很痛苦 应该是那种很愉快的心情 然后一边写一边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又把它写出来又更开心 对 就觉得写程式也有一种很愉快的经验 ok 如果你有这种很愉快的经验 我想你一定会不断 就是再写下去吧 如果每次都很痛苦 一直错 一直错 那当然你就会很有挫折感 ok 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不断的在那种错误当中 尽量还是要找对的方法 而不要尽量试那个错误的方法 所以这个也是好方法 有没有 两个双引号 马上ok了 然后再把它复制 贴到刚刚的visual basic双引号里面 那你可以先run一下 因为理论 这样run应该什么都没有 因为都是A2 里面都没有挖苦 所以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A2的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把它改成什么 双引号两个 一到中间 and两个一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并且把and空白 好 那建议是一个做完之后 把它复制 再贴到两个三个四个就好 不过如果你没把握 你应该重做好 反正你就用你有把握的方式 来写程式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如果你功力还不到那里 你不要就是硬要学别人 很厉害的招 不用 你就是物求不要出错就好了 复制 贴过来 贴到这边来贴上 ok一个 两个 这边太长了 就把它过来 拉过来然后再贴 如果说公式太冗长 你就找到一个什么 一个and的符号 这边后面and的空白 加上一个底线 Enter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两行 就一行可以把它变两行 ok 这个ok了 然后清除的话就是把上面这个复制 贴过来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清除 后面的话 有没有 就把这些直接就删除 变成两个双引号 这样子就有大功告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执行 ok了 清除 也ok了 当然这个部分主要是复习 你会发现 直接输出公式这一招 真的还蛮好用的 它最大的用途就是说 你如果本来你就有用Excel写好的公式 你要把它变成VBA的话 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 比录制聚集我觉得还简单 ok 而且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缺点就是说 因为它丢公式 所以它会丢很多东西 在你的什么 储存格里面 所以你一输出 它这里面就会一堆公式 会造成你的那个档案膨胀 第二个是效能可能没有那么好 比较适合就是小量资料 如果你那资料量可能几十万笔 上百万笔 这个还是不太推荐 ok 好 所以再来的话就是再插入按钮部分 把按钮再加上去 这个买瓜糊自串的公式 这个我就不再演示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 你就自己做一个 把这个再复制贴过来 你想想说为什么要一模一样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重新拉一样的 因为你要做一样的按钮很难 所以我习惯是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再把下面这个改成清楚 再把名称做修改 这样的好处就是两个按钮一定会一模一样大 你不要说像之前有同学这样 每次再做一个 每次再做一个 然后就一直想要调整到一模一样大小 但是花很多力气 其实搞不如复制贴比较快一点 ok 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的招 ok 这个部分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要把它变成输出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画面再还给各位